像這樣子一直揉眼睛 不見得是因為天冷乾燥而癢 可能是因為新冠病毒 所造成的睫膜炎 統計到4月7號為止 台灣已經有五位確診者 產生眼睛癢睫膜炎的症狀 病毒性的睫膜炎的話 它主要就產生是 以濾泡性睫膜炎的這個形態為主 那一般如果說細菌感染的話 它產生是乳頭性的這個睫膜炎 有點不太一樣 那過敏性的話 也是產生乳頭性的睫膜炎 新冠病毒引起的睫膜感染 往往是濾泡性感染 比較嚴重會有分泌物 一般睫膜炎則是乳頭性感染 新冠病毒的症狀跟流感也很類似 內科醫師教大家怎麼分辨 新冠肺炎大概1到14天的潛伏期 那如果是流感的話 大概1到4天的潛伏期 那通常流感來的話 是非常快速的 那可能隔天就會非常的嚴重 會進展到全身的症狀 那新冠肺炎大部分都是減進式的 會越來越嚴重越來越嚴重 而且持續的時間會比較長 除此之外 上呼吸道感染 發燒咳嗽是共同的症狀 但新冠肺炎會比較嚴重 流感下呼吸道症狀比較少 肌肉酸痛的情況比較多 新冠肺炎則是全身不典型症狀比較多 例如喪失 嗅覺 味覺 心肌炎 以及近日被列為指標的腹泻 新冠病毒主要還是攻擊 你的呼吸道為主 那腸胃道 還是會有一些零星的Ace2受提 所以它引起的腸胃道症狀 雖然有 但是並不是主要 輪狀或者是懦弱 它攻擊我們消化糖為主 急性腹瀉 然後上吐蝦蟹 這種比較嚴重的人 我們首先懷疑的 其實還是主要是 這些輪狀或懦弱 意思說腸胃道的新冠病毒受提比較少 所以懦弱病毒和輪狀病毒的反應 還是會比較嚴重 隨著病症越來越多樣性 分辨症狀也成為了防疫重要環節 記者林英偉王一仲台北報導